对于这个人来说 和老鼠分享食物 就像和家人聚餐一般 有人认为这些叶齿类动物 是祖先的转世 他们生活在这座印度古庙中 这座建筑群里 云集着好几万只老鼠 装牛奶的盘子 如同赛伦盖地草原上的水坑 女神卡尔尼马卡的信徒相信 他们在来生也会变成老鼠回到庙中 所以这些叶齿类动物备受领域 有厨师为他们准备专门的食物 他们甚至可以在正餐之间来点点心 这或许看起来很不卫生 但在寺庙数百年的历史中 从未因为这些老鼠爆发过瘟疫 获得传染性疾病 由于老鼠被视为过世的家庭成员 所以如果他们跳到你的身上 还被认为是种俗气呢